教育部全国教保资讯网收入全国5600多所的公司立幼儿园资讯 但欠缺完整资料公开 2015年就有家长要求开放资料 教育部研议至今仍未进一步开放 长期为民众所诟病 幼儿园资讯是最不透明的 对家长也最不友善 很多的家长看不到许多重要的资讯 譬如包含了立案证书的相片 负责人的姓名 还有老师的人数 排统的人数 还有室内室外的面积 还有交通的车盘 还有契约书签约的状况 最重要的其实是家长在意的是 公共消防安全的这些检查 全教总幼教委员会主委杨亦菲表示 目前全国教保资讯网操作相当不易 让家长无所适从 包括幼儿园经常出现的戒牌状况 或者老师是否具有教师证都无从了解 呼吁政府应尽快公开资讯 作为家长选择幼儿园的依据 可是其实家长进到幼儿园里面 他真的没有办法了解到 这个老师究竟是不是他班级的老师 所以当时候我们有提议说 要不要考虑就像是大学教授一样 其实每个员工的资料 倒不是各自 就是他的各种的一些相关的 可识别的资料 包含他的教师站 或是道指的日期等等的 他其实可以在 网站上面可以直接看得到 他为了方便家长做一个比对 因为我们过去在这几年当中 其实发现违规当中 借牌这件事情 他也是占蛮大的比例 立委蔡碧如呼吁教育部 全国教保资讯网 应该解封完整公开资讯 让家长选择可以保障 孩童权益的优质幼儿园 透过市场机制 促进良性竞争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